跟各位讲一下就是将来我一些相关的东西会放在这这个分享区 那网址的话请各位稍微记一下 就GOO.GL 然后斜线 也要区分大小写 就是G 小写的G 2MO8Y MO8Y MOY都是大写 大概就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就是将来 我们要放一些补充资料就放在这里 那目前 我已经有放一些东西上去第1个就是请各位今天 至少先把那个环境先准备好 这个环境部分的话呢 因为我们会用到一个Dreamweaver 6的一个环境CS6的环境 这个环境 如果你是用C 以前CS5 5的话也不行 4的话也不行反正一定要是6 6以后的版本才OK 那这个版本的话当然 我这边有提供一个 版本 这个版本 因为为了方便 所以我们有一个线上的版本 各位下载 Treamweaver的环境 下载完解压说之后 你就去把它执行起来 执行起来之后的话 这边 点两下了反正你 打开来基本上 我看一下基本上 因为我这个好像之前有已经下载了一个 在下载这边 然后 他就去找一下这个资料夹 里面的这个档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执行的执行档 那也就是说 你把它放在随身碟里面 直接开他就可以了 开启之后的话呢 就会看到 Treamweaver 这边不参加 然后 就把它开起来 把它开起来 然后出现这个 原来的跟不准取消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就开启这个环境了 第一个 我们的 环境就ready 这样的话 就可以开发 开发什么 开发App 就这么简单 第1步 第2步的话呢 请各位去注册 PhoneGap的账号 那PhoneGap账号就是说 你做好一个网站 他在 Treamweaver里面做出来是一个网站 那网站怎么变成App 就必须用PhoneGap账号 帮你转换 转换完毕之后 传上去给他一个网站 他就帮你做出所有 手机对应的App出来 那你就只能把那个App下载下来就可以用了 OK 所以请各位 先 下载试试看 如果 太多人下载恐怕比较慢 所以你跟旁边的同学 稍微 稍微share一下